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当然呢在今天呢 到了周五经纬点评呢 来关注的焦点非常多 那实际上美国总统拜登是否退选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 当然也看到在昨天啊消息传出来 就在7月4号的时候呢 日本军舰的两月号 进入中国的领海 领海的概念是12海里啊 那当然海上自卫队说 这是第四护卫队群 第八护卫队当中的两月号 两月号呢 大概是一个6800多吨的大船 150米 那当然呢 当时中国正在浙江沿岸 进行军事任务演习 画了一个区域 就从7月2号到7月4号 那在这个简湖眼上 非常罕见啊 日本的军舰呢 居然进入了中国的领海啊 当然日本的解释啊 那个叫做无害通过 这说这个是联合国 这个海洋公约里面有写过啊 这个军舰呢 可以无害通过他国的领海 这种概念啊 理论上有一个弹书啊 是如果你军舰 无害通过别人的领海 第一 你要告知对方嘛 对不对 不可以不告知啊 那第二 要经得对方同意 那你就可以经过 对不对 这是一个尊重嘛 很重要 但是看得出来 这次日本呢 说是在监视中国的一个 就是军事演习啊 但实际上呢 当中国军舰靠近 要驱离他的时候 他居然加速啊 跑了20分钟 都在领海范围内 还跑了20分钟 当然20分钟之后呢 就出去了 那中国第一时间呢 就跟日本抗议 这个消息啊 是日本NHK啊 得到了什么 大概外交方面的 讯息之后呢 这个消息在昨天 就曝光了 那看得出来 现在整个亚洲的局势啊 太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美国啊 这个虽然环太平洋军演 这个忙里忙外啊 这个中东那边啊 已经都忙不过来了 居然啊 还钓了两艘船啊 去了越南 金兰湾 对不对 这个时机点啊 太妙了啊 那当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说他现在 已经没有船用啊 他居然调动的是 在这个第七舰队当中呢 也是美国海军啊 年龄最大的军舰 南岭 南岭号两栖指挥舰 这艘船啊 是1970年下水的啊 今年是哪一年啊 对不对 50多岁了 54岁马五五了啊 那这个就知道 这个船呢 当时做了两艘啊 因为在那个7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不像现在 有什么卫星啊 有什么这种 海底光纜数据传输啊 什么数据链啊 没有 那时候叫做高频啊 通讯 这个海军啊 在这个大洋上啊 他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指挥舰 那这个指挥舰呢 能够透过高频啊 当然要加密啊 跟在美国本土的指挥官联络嘛 所以当时就做两艘啊 那当然当时据说他船上的设备啊 是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啊 这个船呢 这个倒没什么了 不得了哈 那厉害是厉害在他的电子装备 就有点像现在那种 什么电子侦察机啊 RC-135 那个级别啊 在那时候 人家说啊 他上面的装备啊 大概是一般航母那种通讯装备的 三倍威力啊 就是说很强大 那毕竟来讲呢 美国现在还在用嘛 就将就的用哈 所以这次去越南金蓝湾呢 就把蓝领号啊 这个两栖指挥舰啊 就掉出来了 就千里迢迢 其实你不要看五十多岁的船啊 虽然再怎么维修保养 他还是老爷船啊 对不对 就去了啊 这个金蓝湾 那当然呢 这个怕不够体面啊 把这个海岸防卫队啊 拉了一艘叫维舍号啊 这个陪着他去 四千多吨啊 他一万多吨啊 他这个就等于是浩浩荡荡的 就去了啊 那当然呢 看得出来呢 美国对于金蓝湾啊 还是念念不忘啊 垂涎啊 因为理论上 现在在第一岛链上呢 实际上要包围中国这件事情啊 这个菲律宾还是有一些短板的 尤其在巴拉旺岛那边 中国现在搞这个啊 三个岛对不对 什么仁爱交 这些都已经 没有什么影响力啊 最厉害的是旁边 勇俗美济储币啊 三个对不对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啊 这时候呢 美国准备拉一条新防线 这个新防线的概念就是从 苏比克湾 池街跟金蓝湾 中间拉一条防线 把这个 等于第一岛链在这边拐个弯 我就给你疯了 对不对 这不行 我们后面还有第二道防线啊 好 就这个味道 但是啊 越南啊 各位必须理解 实际上越南呢 这些年啊 自己非常知道啊 战略地位重要 越南呢 在整个中南半岛来讲 就说 深入这个南海啊 对不对 你从地图上看 越南 它其实是一个狭长的国家 中南半岛深入南海 金蓝湾 就在这个最前面 而且金蓝湾是全世界 最优深水港之一啊 对不对 腹地又大 水又深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是天然两岗啊 天然两岗 当年啊 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波罗的海啊 这个等于算是 当年的沙皇啊 俄罗斯沙皇 波罗的海舰队 这个增援远东啊 这个太平洋舰队 这边作战吧 跟日本人要打日俄战争啊 当时呢 因为烧煤的 那个船当时都烧煤 一路啊 英国人就给俄罗斯人穿小鞋嘛 对不对 不让他这个船啊 靠岸补给 听说到新加坡那边都不让进去 所以逼了他那时候呢 来到了新南湾 在那边呢 天煤加水 然后继续北上啊 那去准备跟日本人打嘛 日俄战争 但坦白讲 那时候到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日本这边的时候啊 实际上已经是兵匹马背啊 最后打输了 打输了啊 日俄战争啊 那金南湾呢 在那时候就非常重要 那日本人就看上了 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啊 第一个抢的就是越南金南湾啊 他认为在那个地方呢 是航线必经之地 因为日本到东南亚 要抢是战略物资啊 石油 婆罗洲石油 对不对 橡胶 呃什么这些锡矿 要运回日本啊 做武器 那当然呢 你要沿途要能护航嘛 金南湾 那地点太重要了 所以那时候还没苏比克湾啊 也没什么巴拉旺岛这头啊 那金南湾就是 特然两岗 所以日本当时啊 驻有重兵啊 在这个金南湾 那二战的时候啊 那二战打完之后啊 那这个金南湾 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嘛 那接着呢 这个美国啊 很快嘛 到这个等于60年代 就打越战了 当时就跟南越政府 就说啊 我要租借 金南湾 而且给的条件是无偿的 不给钱的 但越南那时候呢 为了这个南越对付北越 实际上那时候就是美苏的代理人战争啊 在越南打 那越南大人政府就同意啊 那这个美国呢 就来到金南湾 大肆建设啊 这个原来是一个天然两岗 他不但把港口啊 建得更好 附地更大 另外呢 还开辟一个机场 这个后来呢 在打越战的时候 长城轰炸机啊 都是从金南湾出发啊 前面那个县港 后来是不行了 失守啊 那金南湾这边非常重要 那越战打完之后呢 美国就跑了啊 对不对 没辙嘛 输了就溜了 溜走了 好 那再来呢 那时候啊 越南啊 这个等于是就建立了啊 这个北越啊 就赢了南越 就建立这个越南啊 这个人民共和国 那当然呢 他就跟中国较劲啊 那时候中苏是交恶时代啊 对不对 他就等于天天来中国这边挑衅嘛 找茬 所以一直闹到这个1979年的时候呢 打了一个叫做自卫反旗战啊 这个中国打一个叫自卫反旗战 简单的讲就是中越战争啊 打了那么一场 当然呢 也打赢了嘛 那当然对于当时的这个越南来讲啊 心想哎呀 中国惹不起啊 惹不起啊 怎么办 就跟苏联说啊 你来金南湾啊 这个25年诸约啊 基本上呢 这个前面几年是不要钱的啊 以后再说了 听说以后涨到两个亿啊 一年啊 很狠啊 越南人啊 好 那苏联就来了 这个得在这个1979年呢 苏联就把金南湾给租了啊 一租也租25年啊 那这个苏联人呢 就把这个明斯克航母啊 就放在金南湾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金南湾多重要啊 那当然呢 这个当然 直到大概2002年吧 啊 因为当时911之后 美国所有的重心啊 通通移到了中东 对不对 准备大展宏图啊 那这个俄罗斯呢 一看呢 亚洲那时候没什么热闹嘛 对不对 我租了金南湾 一年越南 还收我两亿美元呢 那后来觉得说不租了 所以2002年呢 这个俄罗斯就退出了金南湾 因为当时想 重头戏在中东嘛 我俄罗斯在中东 也要巩固一下 对不对 不能让这个中东 倒向美国的怀抱啊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把重点就抽离了金南湾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这个现在呢 这个中美竞争上来了 越南就很清楚 金南湾现在太重要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拜登 2023年9月10号 再辛苦再忙再累 都要去越南一趟 在越南那边讲啊讲 听说那个台上讲到最后 他忘了他怎么下台了 2023年9月10号 那在同年的2023年 去年的12月12号 习近平访问院了 那当然更早之前 朔尔茨2022年11月12号 还去了一趟 那后来影习院呢 在2023年6月22 也去了一趟 那另外小马可是在今年呢 2月4号也去了越南 另外普京 刚刚6月20号 也去了越南 各位想想看 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啊 中美 俄 三国啊 全世界最大的三国家领导人 都去一个国家访问 你就知道现在的越南 在战略地位上多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中美竞争啊 没有南海问题 越南没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 就越南就越南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现在中美竞争 南海又是重点 越南就浮上台面啊 当然啊 这个朱金兰湾这件事情啊 越南现在有点滑头啊 因为越南说它有三部政策 三个部的政策啊 我领导上不能有外国基地 第二个 我不参加军事同盟 那第三个 我不参加外国的军事 那种 国际上的军事的那种行动 不参加 三部政策 它国防三部政策 但是啊 理论上金兰湾就不能租借给任何国家咯 但是越南打了一个擦边球 说啊 我呢 有一部分的港口 可以呢 给所谓的外国军舰进行整部 维修保养 比如说你要加油加水 你要添食物 你竟然要临时停靠 技术性停靠 对不对 因为没有没水什么靠 给钱嘛 对不对 我做生意 啊 这个论次啊 不是包月的啊 来一次 你要用多少时间 靠码头多少钱 付钱啊 那变相的呢 这个就变成有诞书咯 他跟某个国家关销 他就让他进来了 他就停靠嘛 对方说我付钱嘛 对不对 收多少是越南订的 一万块 一百万 那越南说 要收这个钱 你不给不给 你不要进来哦 所以 现在看来啊 有变数 尤其在这个节目眼上 那个老爷爷都已经54岁的军舰 南领后还开到金南湾 那代表什么 就是美国还是没有放弃 在金南湾跟苏比克湾之间 拉一条线 就阻挡中国海军 进入南海了 但是各位放心 咱们中国人啊 可不是那种说 这个你一出对策 我就没招了 对不对 坐以待毙的 no 这个中国人呢 有一个强项 就是呢 这个打不死 对不对 硬紧啊 就像他常常讲 客家人说脖子很硬 不低头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如果回头一看 中国早有准备啊 对不对 就知道越南啊 从以前到现在 说是跟中越关系很好很好 对不对 笑咪咪的 又握手又拥抱 又吃饭又喝酒 但是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所以中国早就有准备 中国错两招 前两天各位看到 孟加拉总理哈希纳 到中国访问 哈希纳孟加拉在哪里啊 可能有人会问 告诉各位 这个缅甸 跟印度的中间 就是孟加拉 那担任中国呢 跟孟加拉的关系啊 那低调到 孟加拉这个很聪明啊 这个叫做低调 低调再低调啊 实际上中国在孟加拉 过去的基建啊 投资一带一路啊 大概已经投了 两百四十亿美元哦 这次啊据说 还准备再借五十亿 本币 就人民币啊 借给他 那借给他干嘛呢 带人跟中国买东西嘛 借五十亿啊 价值五十亿美元的 人民币哈 那当然最重要 中国啊 那时候就看到 这个如果金南湾 真的落在美国人手里 拉了这个封锁线 我就真的进不了南海吗 绝对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嘛 早在那个 柬埔寨的云阳港 对不对 柬埔寨云阳啊 这个缅甸的交漂港啊 那现在呢 呃 还有孟加拉的一个叫谢赫啊 这个哈希纳 潜艇基地 这个这个基地是中国投资 帮他做的 因为他买了中国的潜水艇啊 03 039型吧 039型 这个这个潜艇基地是去年哦 才完工的 这个哈希纳总理亲自去捡彩啊 因为用谢赫哈希纳 等于就是有他冠名嘛 冠名的他去捡彩 那这个这个基地呢 可以停六艘潜水艇 八艘军舰 还不小啊 不小的一个基地啊 海军基地 那当然呢 对中国来说 中国现在是没去停靠 但必要的时候技术性停靠 这个地方没问题 而且中国还有一招 那真的更厉害 马上7月19号 各位可能已经都知道 从曼谷 坐火车可以到老挝 对不对 那从老挝 现在有中老铁路 可以到昆明 昆明又可以坐火车到北京 告诉各位 19号之后 你从北京坐火车 可以到曼谷 泰国曼谷 没错 你看看 这叫做泛亚铁路的最难啊 泛亚铁路啊 当年英国人啊 站中南半岛 就讲座做这种泛亚铁路 讲了N年啊 当然最重要是钱嘛 那中国一带一路 启动之后呢 知道泛亚铁路有重要性 最好是啊 要坐到新加坡了 经过马来西亚 进新加坡 那是中期中站啊 到新加坡啊 从新加坡之后呢 但有些人说 甚至在那边还可以转个弯 去这个中亚 往那头走 甚至画到土耳其了 随便画 但是问题是 现在已经实现了 对不对 昆明到老窝 这个已经是确定 那当然呢 这个昆明到老窝呢 这一段呢 等于算是 叫泛亚铁路的中线 越南是一支草 说要坐一条 从昆明啊 进入河内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转个弯 到了这个柬埔寨 在过去进曼谷 他认为要走的是东线 对他有利吗 对不对 那中国也知道 这个越南啊 这个那么摇摆 对不对 这个有点要 谨慎一点 所以中国呢 第一个先做中老铁路 各位要知道 中老铁路通车两年啊 运了多少人 人次的乘客啊 讲来都吓人 2400多万 两年呢 中老铁路 拉客2400万元次 货物呢 2900多万吨 就表示中老铁路啊 硬是把老窝 给盘活了 旁边国家一看 哎呀 厉害啊 所以这个泰国就 快马扎鞭啊 坐一条 从曼谷到老窝的铁路 对不对 当然中方也投资啊 什么就完工了 19号就要通车了 而且是晚上发车 天亮到老窝 而且现在 我们不是讲吗 这个中国现在 也正在规划 从这个老窝啊 沿着这个湄公河啊 坐一条 也下来之后 到了柬埔寨 那原来那湄公河 走到这个 快到柬埔寨 越南的地方呢 就拐弯 进越南出海 那现在准备呢 到柬埔寨 这个跟越南这个地方啊 哎 走出来 就柬埔寨出海 对不对 从白马港这边出去 白马旁边 哪里 云阳港啊 所以中国没有因为 现在这个金蓝湾 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就没对策 这个还是在积极做 这个铁路啊 你可以看 看成是一个经济动力 也可以看成一个什么 战略上的运输线 真的很快啊 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 如果真的这个火车 已经到曼谷的话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要加快脚步啊 一定嘛 一定要快点嘛 对不对 看着看着 就直接坐火车去北京啊 那个是什么概念 50年前就有人讲了 对不对 讲了那么久 没有人实现了 但现在一带一路 让它实现 基本上 降低金蓝湾 在南海的影响力 这个就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嘛 不只聪明啊 就是中国人想办法解决问题 虽然你看 越南啊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呢 要替一些大国干脏活 对不对 就是做那种事情的 但这个你要知道 这种替人家干脏活的 都没什么好下场 这个躲在后面的那些人 都就是很阴嘛 那前面的这个干脏活呢 基本上没好下场 越南别得意啊 以为现在呢 这个金蓝湾掉的卖啊 等到这个铁路啊 慢慢将来发挥功能 甚至呢 这个湄公河支流 这个运河啊 这个做出来了啊 做到柬埔寨出去之后 它这个金蓝湾的战略性 经济性就全部下去了 全部会下去啊 所以中国呢 这个一直是很坚强的 所以我常讲啊 蹲好马步 其实蹲好马步啊 是肉体啊 锻炼对不对 另外在心灵上呢 我们要有那种小强精神 曾经有人说啊 做一个比喻啊 这美国也写过一本小说啊 叫 小强移民火星 那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 就说啊 人类啊 不珍惜力穷啊 对不对 不断的搞啊 杀啊你啊我啊 弄了弄了半天啊 然后呢实际上呢 原来有一个火箭 要带着人类啊 移民到火星 但据说 在那个预定时间发射的时候呢 坐在上面的叫小强啊 看着窗外呢 跟地球说再见啊 因为地球人都没上来了 小强上去了啊 那小强是谁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小强打不死的啊 对不对 要有那个精神 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运动员呢 参加百米 竞赛 其实大家的水平速度啊 都一样 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心理 就像今天 中国面对那么多问题 难道就这样就投降了吗 就放弃了吗 No 绝对不行啊 一定要发挥那种小强精神 虽然小强不是很好 但是啊 要那种精神 打不死啊 对不对 想方设法 突围啊 对不对 让那些 那些阴谋不能得逞 这才是目的 那当然呢 这个也是未来大家一起要加油的地方 当然不能光靠领导人啊 每个人都有这种蹲马步 对不对 的动作啊 肉体上的锻炼 精神上呢 我们要有小强精神 拿第一啊 这肯定啊 一定成功 不会输的啦 要是这两个都没有 那便免了啦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 一起加油 好吧 那今天已经到了周五 当然明天呢 又到了我们呢 直播间时间啊 这个直播时间呢 在北京时间早上11点 欢迎呢 这个大家准时收看 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来跟各位分享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欢迎各位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同志别忘记哦 按赞 同志把精卫点评 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我们就明天早上11点 空中再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